市华工商妇女旗馆协会南加州峰会举办家人有约授身解密 聪明选择健康食物讲座 由营养专家柯顺纯讲解健康的饮食之道 请看报道 市华工商妇女旗馆协会在南加州惠提尔高尔夫球俱乐部 举办健康美食的讲座 邀请营养专家柯顺纯来给妇女会的姐妹们提供健康饮食 保持年轻苗窍的保养秘诀 市华工商妇女旗馆协会会长康依林表示 职业妇女在职场工作难免应酬 所以尽量地保持低堂饮食才能够漂亮又瘦身 女生都很爱瘦嘛 穿漂亮的衣服 那当然了 美食当前又很想吃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听 我们的柯顺诚老师来教我们用最聪明的方式 来达到我们这个效果 柯顺纯当天推出的健康美食 是在主流社会比较流行的椰菜花炒饭 菜名叫炒饭 其实里面没有米饭 只是把椰菜花剁碎 做成香喷喷的炒饭 美味又健康 所以呢 我们今天介绍这一道菜 就是说可以在家自己做 那它是用花椰菜 就是cauliflower做底 做成的炒饭 所以说好像感觉起来在吃饭 但事实上里面呢 是没有什么碳水化合物的 可以代替这个吃饭的时候的主食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兰基参访报道